在平面几何中,什么是蝴蝶模型,什么是风车模型,什么是鸟头模型,什么又是金字塔模型,铜笛等高模型,狗牙模型,风车模型,燕尾模型,一半模型,沙漏模型呢 如果你对这些模型还不是很了解,那就赶快来学习一下吧 在接下来的一系列视频中,我将尽可能用最简单的图形来给大家逐一进行讲解 记得点赞收藏,加关注呀 今天我们来讲一讲蝴蝶模型 在梯形ABCD中,连接ACBD,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两个大的三角形 一个是三角形ADC 好,另一个三角形呢,就是BDC 好,那也就是绿色三角形跟红色三角形 这两个三角形呢,底都是DC 底相同,高呢,都是这个T形的高 那也就是说,这两个三角形呢,同底等高 所以说,红色三角形跟绿色三角形的面积是相同的 那么在这里边,还有别的三角形面积一样吗? 我们通过观察可以发现,绿色三角形跟红色三角形呢,都有中间一号区域这个小三角形 那么,如果我把小三角形给去掉 剩下的二号区域跟三号区域 这两个三角形面积也是相等的 那么,也就是说 在T形当中 对角线把T形分成了四个小三角形 腰上的两个三角形呢,面积是相等的 腰上的这两个三角形呢,看起来就像蝴蝶的翅膀一样 所以说呢,它就叫做蝴蝶模型 再来看这个T形 在这个T形当中 对角线呢,把T形分成了四个小的三角形 那么,这四个小三角形当中 哪两个三角形面积一样呢? 我们可以在讨论区敲出你的答案 好了,这个视频就到这儿了 我们下个视频见 关注我,免费分享更多干货